此处有被人踩她的痕迹 这样看来应该就是这两日 正母头如果精神不佳的话 可以回去 我一个人勘察就行 你说这如意姑娘会轻功吗 我表妹从小柔弱 应该是不会轻功的 可是那日在县衙里 我好想看到她的踪影 你一定是看错了 她到县衙做什么 可能吧 她出什么事了吗 没什么 有时候啊 真想把县衙这些案件阴谋的 统统的都抛掉 只想专心的爱一个人 这样的话也许会对不住唐大人 我想好了 这个差事呀我是不想干了 等黄剑结束我去赐关 赎惠如意姑娘 过普通人的日子 可你赐了关拿什么钱赎人 我可以去武馆啊 去做习武之人 或者推把车卖红薯 反正能挣到钱 做什么都行 我一日在县衙 如意姑娘 就会心存芥蒂 就算你辞了关 她也未必肯啊 那我也要试试 为了她 该牺牲的 不该牺牲的 我都能牺牲 兄弟也可以牺牲吗 唐大人惊着呢 要牺牲啊 也是她牺牲我 为什么你就非她不可 同龄县里 好人家的姑娘多的是 我只要诸如意一个人 这话 你应该当着她的面去说 我 放开 现在 我就是当她面说的 想动手就动手吧 以前呢 我总觉得 你像个拿门似的 磨磨叽叽 现在一想 是这么个道理 你不杀我也可以 你赶紧走吧 我在这儿带着天亮再回去 时间 够你到池中 以前啊 我面对如意姑娘时一道 面对周正道 那又是一道 我现在 还真不知道怎么面对你 死在你手里 我也没什么遗憾 这就是这个人 你怎么这么做 我怎么这么个不仅 中文字幕——YK